几乎连空隙都没有 43岁的男性患者吞咽困难 刚开始是吞不下大块食物 后来严重到连水都无法下咽 暴瘦十多公斤 长达8公分的肿瘤 那它是出现渐进式的吞咽困难 那随着肿瘤慢慢压迫食道 或者说食道本身管腔的缩小 它会出现开始连细小的食物 到最后连水都会产生吞咽困难的状况 这名患者平时咽酒槟榔不离身 就一检查确诊食道癌第三期 医师说食道癌在男性十大癌症死因中 排行第五名 好发年龄大约50到70岁 男女罹患的比例11比1 多吃蔬菜水果 避免一些腌制的食物 那特别腌制的食物 因为它含有一些亚硝烟类的成分 那个对人其实非常不好 预防口腔癌 多吃新鲜食物 同时远离烟酒 槟榔等危险因子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微求一子吃再多 好多吃新鲜食物